大家晚安 最近这两天真的是热烘烘的天气 要提醒大家这样子的天气 至少还会持续到礼拜三 甚至是礼拜四的白天 所以接下来这几天呢 中午可以穿着保长袖 甚至是短袖出门都没有问题 只是提醒大家早晚还是比较凉一点 早出晚归还是要适时的添加异物 那么下一波天气系统变化呢 会落在礼拜四的晚上 新的一波封面云气会通过 同时东北季风也会再度的增强 到时候呢 在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地区 又会再度转成凉冷的天气了 所以提醒大家 冬天的衣服还不要急着收起来 礼拜四之后会再度的转凉跟转冷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可以看到呢 今天虽然说有部分的水气 从台湾上空略过 但是呢云层都不厚 而且呢水气并不是非常的多 所以大致上来说 全台各地依旧是多云到晴 非常稳定的好天气 大环境的风场也是持续吹着偏东南风 所以持续带来非常温暖的空气 到台湾的上空 今天各地的高温还是有来到28度 甚至到29 30度左右的气温 那么呢在接下来这两天 持续是维持这样子 大环境是吹着东南风的这种天气形态 所以啊这样子温暖晴朗稳定的天气 至少可以持续到礼拜三 甚至可以到礼拜四的白天 下一波天气系统变化 刚刚提到了会落在礼拜四的晚上 可以看晚上呢 北风有波风面雨漆略过北台湾 同时东北季风会再度的增强 到时候呢在中部以北跟东部地区 就会受到新一波冷空气的影响 再度的转成比较偏凉冷的天气形态了 好所以在降雨的部分呢 其实接下来这几天 因为大环境是吹着东南风的关系 东南部地区有机会出现一些隐风面的降雨 其他地方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 要等到呢这个礼拜四东北季风增强之后呢 在迎风面的大台北地区 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地区 才有机会再度出现一些迎风面的降雨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好好把握礼拜二礼拜三 比较温暖晴朗的好天气 把一些厚重的冬衣拿出来洗一洗跟晒一晒哦 要把握这样子非常温暖的冬天阳光 好那么在温度的部分 刚刚提到礼拜四白天之前 其实各地都是相当温暖的 北部地区的高温会维持在26度到28度左右 低温也可以来到20度的上下 不过呢在礼拜四的晚上开始 新瑞波东北季风就要增强了 可以看到到礼拜五呢 一早起来就变天咯 全台各地都会感受比较凉一点点 特别是在北台湾高温只有17度 低温也只有15度 而且会维持比较长一段时间 都是这样子凉凉冷冷的天气形态 那么中部跟南部地区同样的也是哦 一样是从礼拜四的晚上开始呢 新的一波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 温度略微的往下降哦 礼拜五一直到礼拜天 中部地区的高温会降到24度左右 那么南台湾的高温来到了25度到27度左右 清晨和夜间的低温也会略微的往下滑转凉 转成日夜温差比较大的这种天气形态 东南部地区也是一样 礼拜五开始呢高温也会略微的往下滑 来到22度低温来到16度左右 所以整体来说呢 这个星期天气的分界就落在礼拜四了 礼拜四的晚上开始 新的一波东北季风增强之后 各地的温度都会再度的往下滑一些些 提醒大家要多加留意天气上面的变化 好所以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 刚刚提到了哦 在这个受到偏东南风的影响之下 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呢 云量会稍微多一点点 局部地区有机会出现零星的降雨 那么其他地方呢 都是有阳光露脸 而且非常温暖的好天气 可以看到中南部地区明天的高温 还是有机会站上30度 甚至是30度以上的高温 所以明天后天呢 还是相当的温暖的 中午的时候穿着短袖 薄长袖出门就可以 不过早晚还是有一点偏凉哦 早出晚归还是要适时的添加义务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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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